這個地方要怎麼樣插入,他已經給我們一個簡報檔 不過在這個地方右下角 他已經給我們一個 預設的格式,如果說在這個框框裡面 增加的是一個 影片,特別注意 這邊好幾個選項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一個什麼 插入多媒體 不能從這邊插入,如果你從這邊插入視訊再搬不進來 特別注意 插入視訊,以往我們本來是從這邊 請各位注意,這一題比較特殊 他已經有一個框框在這裡 他要我們直接插在這裡 選的時候不能選上面,一定要選下面這邊有一個插入視訊的功能 接著來的話,他會自己去抓到根目錄,這是這個檔案底下有幾個影片 這邊的話,他要我們插入的是這個影片 按插入 這個影片就會放到這個框框裡面,剛剛好這麼大 OK,再來的話,第二個是 他的 位置按右鍵 其實跟前面一樣 大小值位置 找到位置 他的位置要稍微調一下 調 13.5 另外的話,然後垂直的位置是在 這個8.5 OK,那把位置調一下 按關閉 這個位置OK 再來的話呢,接下來的話 是要校對 播的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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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如果我希望對比增加 40%的話 那怎麼做? 特別是要 在這個地方你插入視訊之後 他上方會有個格式 你可以針對這個影片做格式設定 包含剛剛我們有講過說把它變圓角 另外這邊有個叫校正的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去做校正的動作 那他可以做哪些校正 其實還蠻多的 他原來在中間你可以 降低 降低是往那個 左上角 他原來的是00 那如果說你要增加是 如果向下的話是增加對比 向右的話是增加亮度 所以呢 我們不能向右因為亮度要 跟原來一樣 我們要增加對比 所以往下一格的話是 增加20% 兩個的話是增加40% 所以他這一題要我們增加什麼? 亮度0 對比的話是40% 所以記得往下 去調整 找到那個向下20% 40%這個 等一下就可以 那這個時候的話 對比就會增加40% OK第一個就完成 那你們可以預覽一下效果 有沒有對比稍微增加一點點 看起來有沒有 對比稍微強烈 有感覺嗎 OK 再來的話呢 要在 這個外面放個框框 因為這樣播放感覺 不是那麼好看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在外面再加個 有點像邊框的效果 該怎麼做 那在這一題裡面已經提供給我們邊框了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 把它載入 放上來就可以 那載入 邊框 特別說在哪裡 在上方有個叫 海報圖文框 這個選項 實際上這個題目裡面也有 告訴我們插入海報圖文框 所以在這邊點一下 那從哪邊取得呢 從圖片來自於檔案 因為題目已經有給我們那個 這個圖文框的檔案 那我們找到的是根目目底下 在ms.cs 裡面 找這個裡面 它要我們找的是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選擇 按插入 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海報圖文框 它就會幫我怎樣呢 加入到 這個裡面來 不過特別重要 剛剛點擊 你要點旁邊一下 他這個圖文框才會被加入進來 OK第一個 我們就完成的 這個投影片1的 設定效果 那投影片2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做哪些設定呢 這題目裡面 要我們做什麼 超連結 超連結 題目2 在這裡 將內文文字 設定超連結 然後呢 連結字相對應的投影片 另外工具提示 工具提示跟剛剛那有一題 好像是406也是類似 就是 那個提示 郵票放上面會是用顯示出來的名稱 然後與 連結文字相同 也要設定這個 如果你沒設定的話 也是沒有分數的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對應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選取它 然後呢 按Ctrl C或者按右鍵 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 再做超連結 連結到哪裡 其實你會發現 水波背景 有沒有 它其實就這一個 光影特效 光影特效 就這一個 它都有一個對應 所以底下的話 會有四張圖影片 對應到一樣的名稱 所以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名稱 先把它 複製一下 再來的話 按右鍵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做超連結的話 當然你可以從 插入裡面有超連結 或者是按右鍵有超連結 那我的習慣是 右鍵超連結比較快一點 好 再來的話呢 在這份文件中的位置 哪一個呢 水波背景 另外 要顯示的這個地方 工具提示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也要把它加上 水波背景 如果你沒加的話 這個部分 就沒有分數了 OK 確定 好 再按確定 那其他也是一樣 光影特效 把它Ctrl C一下 按右鍵 超連結 然後這邊的話呢 光影特效 工具提示 再貼上 所以這裡的話要做四次 快速把它完成 然後選舉 按右鍵 會比較快一些些 然後時尚 OK 按確定 然後 婚慶背景 按右鍵 超連結 找婚慶背景 OK 很快的就把它做完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第二題 再來的話 第三條做什麼 將 投影片三的什麼呢 視訊 輸籤移除 並且 視訊效果 緊密 反射相連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剛剛有加輸籤 可是如果輸籤移除的話 怎麼移除 其實 它的方法也差不多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投影片三 裡面的話有沒有輸籤 看一下 有沒有輸籤在這裡 這個有沒有輸籤 這個有輸籤 所以我如果要移除輸籤 非常的簡單 各位可以看到 點擊它之後呢 找到 格式裡面的什麼呢 更正一下 應該是播放裡面 播放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在 這個影片的 地方 剛剛有新增 對不對 新增主要你是播放之後 再去新增 如果說你裡面已經本來有輸籤的話 它就會出現 移除輸籤的選項 把它移除 OK 這個時候就沒有輸籤了 點這個 把輸籤移除掉 OK 我們就把輸籤給移除掉 那就完成了移除輸籤的動作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什麼 視訊 緊密反射 相連 OK 這個部分怎麼做 我想先 講到這裡好了 請各位先完成到 移除輸籤的動作 等一下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再來的話 那個效果 比如我們這個效果 要做出什麼效果 這邊有格式裡面 那他要我們做出的是那個叫做 視訊效果 所以其實你只要找到格式裡面的 視訊效果 裡面就可以看到 看到一個叫什麼 反射 緊密反射 所以你可以找到反射 然後反射裡面會有個叫緊密反射 應該是第一個 反射裡面的緊密反射 第一個這個地方 點選就可以 因為我有兩個影片 要同時做的話 建議各位 按Ctrl鍵 先把這兩個先選取 然後呢 再套用什麼 套用那個 視訊效果裡面的反射 第一個 緊密反射相連 這樣的話 這個效果就做出來 有個視訊效果 叫 這個 緊密反射相連 至於是什麼效果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你會發現這邊有這麼多的視訊效果 這個可能要試一下 才會知道這個效果 OK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切 再來就是下一個 第 投影片第四題 再來就是 將兩個影片 剪輯 視訊還原成原本的影片播放時間 這題有點像前一題的延伸題 就是說 前面是 剪輯的 對不對 如果說你剪輯之後 你想要把它還原 該怎麼還原 其實還原跟剪輯的方法幾乎都一樣 怎麼做呢 第一個 切到投影片 這個影片二 把投影片點四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找到播放的地方 那播放的地方 剛剛是也從這邊 去做那個 剪輯視訊 那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如果要還原的話 也非常簡單 就把它移到頭 移到尾 然後呢 再確定一下 有沒有到頭跟尾 如果有的話呢 按確定 就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播放裡面的那個 剪輯視訊 對不對 那你把這個 他有剪過 對不對 不過他這個剪過 只是 只是一個位置 不是真的把它剪 剪輯了 所以 確定一下 是不是頭跟尾 是的話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呢 就 這個還原成 那個原本的播放時間 OK 那第四題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 第五題 第五題要做什麼 這個時尚背景 那題目裡面要我們做什麼 就是要我們把這個地方 視訊播放什麼時候開始 原來是按一下才播放 那這裡的話是直接進到這個投影片 就自動播放 並且取消 特別要取消什麼呢 不播放隱藏 起來 隱藏的地方 把打鼓取消 循環播放直到停止 取消 所以取消兩個 修改一個 OK 所以第 投影片五的部分 我們先到投影片五 再來的話 那怎麼去修改呢 特別是要點這個 影片之後 再到哪裡呢 播放 播放裡面的話 這個有點像是之前那個 播放聲音類似的方法 那什麼時候開始 本來是按一下才開始 這個時候把它改成 自動 並且取消兩個 一個是什麼呢 不播放時隱藏起來 取消 然後呢 把循環播放直到停止 取消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有兩個影片 所以 再做一次 自動 取消 取消 就完成 第五題了 OK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還蠻機械化的 但是你一定要做對 你少做個動作 你少打個勾 沒分 OK 再來的話 第五就完成了 第六呢 設定投影片六 使用連結的方式插入影片 連結的方式 然後大小 高度這邊都有要求 OK還有大小 高 寬跟高都有 還有就是水平距離跟垂直距離 垂直都有 那我們怎麼樣 來加這個 用連結的方式來加入兩個 一個是這個什麼 PPD MARY1 跟MARY2 這個地方加的方法 我們先切到 投影片 6 插入連結方法特別注意喔 就是跟剛剛一樣的方法 記得不是從上面插入 插入視訊是錯誤的 記得從什麼呢 這地方點擊 這個是 PPD MARY1 第二個是什麼 PPD MARY2 然後再去設定什麼呢 他的 大小集位置 點下去 MARY1 就是這個 按插入 放進來了 這個地方再插入 MARY2 按插入 OK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用連結的方式 把影片放進去 特別注意喔 他所謂的連結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把你的簡報檔給別人的時候 請注意 一定要放在什麼呢 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一起給對方 一起給對方 不然的話 你將來只有給他簡報檔 他看到這個的時候會怎麼樣 沒有視訊檔 找不到 這個問題其實好像在以前 加聲音 聲音的問題也是一樣 如果你插入一個聲音 就有聲音檔面 一起給對方的話 他也是 聽不到聲音 因為他是連結的方法 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加上去之後的話 大小極位置 請自行再去設定 我想這個設定太多了 我們 這個就 不再做 做示範 各位自己在在按右鍵 大小極位置 再去把它做變更 變更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 看一下 大小 有沒有 這個我想前面做 應該大家都會 只是說 特別注意 那個小數點 不要不要打錯字 就好了 常常有同學 他其實都會 但是呢 就是很初心 明明是8.89 他就給他打成 8.98 會不對 就是錯 所以差一個都不對 他說明明我都會呀 為什麼我成績會這麼差 因為初心嘛 OK 就是這樣 所以這裡的話 加上水平垂直 OK 那這個部分兩個我想應該沒問題 再來的話 將兩個影片套用什麼 海報圖文框 那這個也做過了 就是這兩個 在這邊 他用方法 怎麼套呢 點下去 海報圖文框 選擇什麼呢 選擇 我們的根目錄底下 C碟底下的 這個 5的部分 按插入 有了 再點一下 好 所以這題其實很琐碎 但是 不困難 直接 Ctrl兩個一起 Ctrl兩個一起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這個 沒有試過 這樣兩個 好像不行 他海報圖文框 一次只能一個 所以 沒辦法偷懶 我想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如果說一次可以做兩個 那當然 最好了 不行 所以只能夠一次做一個 OK 套用上去之後的話 我想 就完成 那最後還有一個動作 就是 他還要求我們 所以這一題 還蠻長的 江頭影片 2到6的標題文字 輸入到 備忘稿 區域中 什麼叫備忘稿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一下 所謂的備忘稿 就是在下方 這邊不是有個備忘稿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上面的這個 標題 Ctrl C 再到下面 Ctrl V 貼上 下面都一樣 所以 應該大家都會做 選舉 Ctrl C 到下面 Ctrl V 結束 所以最後的話 把另存心檔 應該就可以平檔滿分 最重要這一題其實就是 瑣碎 動作多 但是就是要很細心 可能比較容易出錯的 應該我剛剛講的 就是可能是在 在這個影片 投影片3裡面 它有一個這個叫做視訊效果有沒有 緊密 反射 這個 這個效果叫緊密反射相連 有沒有 OK你如果找得到的話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再來的話我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 OK 結束